里面建立 特别注意他的副档名是.cs 而且要在这个APP code的资料夹里面 APP资料夹 第一步 里面的话反正就定义好这相关的 这个就是所谓他的成员 这个成员里面有包含这几个东西 我要怎么使用他 使用的方法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请各位 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上面按右键 新建一个新的项目 项目名称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先先新建一个 在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们书里面的範例 会是在第48月的地方 48月 这边的话也是新增一个项目之后的话 那项目名称叫做studentdata.aspx 当里面的话我们也是一样会有 这个里面会有程式 那也是点cs 你会发现这个都点cs 其实 这上面也是点cs 里面也是点cs 那名称的话你就叫studentdata OK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里面要做哪些事情 特别注意就说呢 如果说我已经建立好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呢 是在这里 那我们是放在同一个 网站里面 那同一个网站里面的话 我如果要 在城市里面 去 要 使用这个类别的话 那特别注意啊 我在我的 这一个 网页里面特别注意啊 在这个pagelow里面 有没有 pagelow里面呢 当我网页载入的时候呢 我如果要使用这个student.cs 的话 那特别注意啊 请你用的名称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这个要个student 这个student就是这个类别的名称 后面的话呢加上一个什么王 比如这个王 那这个王是叫什么 就是物件的名称 前面是一个类别的名称 类别啊 类别其实是 有点像这个是一个什么 开个模 他有点像模具 我 我没有做出东西来 还没有啊 对不对 如果我要真的拿他来用的话 比如说我要给他一个变数的名称 那个这个变数名称 是你自己取的 不一定要叫 王你也可以叫什么其他的名字 就对了 OK那后面的话加什么 new students 记得后面加个 小瓜 OK 那这个小瓜 里面的话 有的时候 你可以传参数 那可是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类别里面 没有需要传参数 所以呢 瓜屋里面是空的 可是有一些 如果说刚好那个建构纸里面 有要传东西的话 像那个我们如果是java里面 像enjoy上学 上学期有学过同学 应该有有印象吗 我们建构纸里面还可以再传 一个参数 给 这个类别 他会再做一些处理 OK那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传参数 我们现在就像这种 你 谢谢大家